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在這一次這個黑暗騎士暗黑騎士推出之後 相信很多朋友大家都在想說那個黑暗騎士暗黑騎士 他的飾品到底要怎麼辦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大家在轉換職業的時候 共同會面對到的問題 不過你可以放心的是 假設如果你之前的這個飾品沒有說點的非常高 譬如說都點到加5加6加7的話呢 這一次有一個活動禮包 可以讓你有機會用超便宜的價格就直接入手 那小編會推薦的原因是因為他真的是非常便宜 你可以去看一下目前飾品這個商城裡面 在這個裝備裡面可以看一下他的價格大概是多少 然後我們再回來講 待會會講到的這個商品 那飾品的價格本來就不是很便宜 那如果你要用便宜的價錢入手的話呢 通常是很難 你只能用活動 然後去慢慢累積一些贈送的這個飾品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這個 黑騎士團聖物箱組合包飾品 好 括號飾品的這一個 小編之前有一段影片有拍到說 如果有推出這個3000賺就可以買到44個禮包 44個飾品禮包的商品的話 推薦大家一定要購買 那黑暗騎士在台版的這個設定啊 他就直接推出了 好 那就是這一個 名稱跟當初韓版的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次在台版的名稱叫做 黑騎士團聖物組合包 括號飾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裡面有什麼東西 點開旁邊的這個飾品組合包 除了這個可以看到 這邊有黑騎士團的聖物箱11個之外 他還有黑騎士團飾品箱1個 好 那上面這個聖物箱11個 就是讓你去製作一些道具的 或者是他開起來的時候 隨機會獲得一些裝備武器 然後再來這個是重點喔 重點來了喔 黑騎士團飾品箱 黑騎士團飾品箱 這個使用之後你就可以獲得 來 倫提斯耳環交換證書22個 史奈普戒指交換證書11個 守護者徽章箱11個 也就是說這一包裡面 你就可以拿到44張 所有的這個飾品 除了皮夾克之外 你的耳環你的戒指 跟你的守護徽章 都可以在這一箱裡面買到 而且他的價格非常便宜 他只賣你3000鑽 好 那3000鑽你可以看一下喔 如果是 以這一些飾品來講的話 你要買到11張或是12張 好 這一些 來 我們看一下 11張或12張的話 基本上他一個 就要1200鑽 好 如果是一個 以這個戒指來說的話 如果以耳環來說 也是1200鑽 那如果是飾品這個徽章箱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1200鑽 但是剛才那邊總共有44張 所以你等於是買4包 就是4800鑽的這個價值 但是他現在這邊 除了4800鑽的這個價值之外 還有11個聖物箱 然後總共才賣你3000鑽 好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黑暗騎士 如果是想要在一開始就有不錯的飾品的話 小編強烈的建議 強烈的建議你喔 真的是非常強烈的建議 如果你會課金的話 你一定要把這包先把它買起來 你其他的裝備或許來說 對你來講都 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這一箱 我建議你一定要買 尤其是你要重新充飾品的人 這一箱先買完 充完了不滿意 或者是想要再更好一點 你再去購買這些所謂的 什麼飾品箱 那這個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那以上呢 就是關於這一次黑暗騎士的推出 然後這個飾品包的這個推薦 喜歡小編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訂閱 並且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上架通知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